终于迎来大家期待中的两部电影《爱情公寓》电影版,和黄渤的一出好戏,早在之前这两部电影,就进行大规模的宣传,一部是陪伴大家多年的《爱情公寓》,一部是黄渤第一次拍的处女作,前景一片大好,七月票房就是一场残酷的厮杀,我不是要人斩获冠军。 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,都刷新了近几年的院线电影,八月同样不容小觑,本来最被看好的两部电影之间的角逐,却只剩下了黄渤一个人表演,《爱情公寓》本来是无数人看好的一部片子,预售之间卖出超过一个亿,可见大家对《爱情公寓》的期待程度,可是没想到《爱情公寓》自己作死,除了调包内容,把都是言情喜剧, 直接换成了盗幕片,甚至面对知情退票的观众直接选择关闭退票渠道。 这个作法简直让观众和粉丝难以忍受,目前依然有大批忠实在退票当中,只是难和退票渠道变得麻烦。 尤其是线上退票渠道刮壁,一部几十块钱的电影,抬过班所的退票程式,让一部想要退票的粉丝直接放弃退票。 这个套路完得太深了,就在早前《我不是要神大热》的时候,陈和还曾喊话徐正,意思为自己包场《我不是要神》,也希望徐正能够在自己电影上映的时候,也能用包场作为回应。 奈何徐正并未做出任何回应,看到目前《爱情公寓》的现状、纠纷、内容调包、观众退票等等问题,怕是陈和也不好意思要求徐正做出任何回应了。 看来徐正怕是早就知情了,又或者徐正对自己的电影票房完全自信,不用这种包场的手段来提高票房,只有不好的电影才会这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